好了 生日就提前给你过了啊 你别糊润我啊 你怎么老同志不上当呢 谢谢老婆 完美 碰一下 早晨的蛋炒饭也不错吧 说到张子怡和汪峰两个人 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 一个是国际巨星 一位是在歌坛有一定影响力的人 两个人在结合之后呢 便成为了所有人羡慕的对象 在娱乐圈也是公认的模范夫妻 对于两个人的结合 很多人都不太明白 因为不论是从身份还是地位来说 张子怡都应该嫁给一个 比汪峰更优秀的人才是 那为什么张子怡却最终选择汪峰做老公呢 或许正是因为汪峰这种不温不火的慢性子 让雷丽峰寻惯了的张子怡 有了一种家的归属感 所以张子怡才会不在乎外貌 以及其他的条件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和 已经三婚了的汪峰在一起生活吧 都是因为爱啊 真我爱你了 雷丽峰这几年的音乐事业 做的还算不错 她的感情生活也是相当丰富 在跟张子怡在一起之前呢 曾经与四个女人有过感情上的来往 还和其中的两个女人生了女儿 相比于汪峰 张子怡也是有过几段恋情的 就近的就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她和撒贝林的恋情 当时大家对这一对狼才女貌式的爱情 表示了祝福 可是这段感情呢 并没有持续多久 两个人最终还是离开了 后来张子怡就和汪峰在一起了 虽然说汪峰在此之前 就结过婚 并且还带有一个女儿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 她和张子怡的感情 张子怡对待汪峰 和前妻葛惠奇的女儿呢 也非常好 就把她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虽然她是继母 但是看上去就如同亲生女儿一样 张子怡就曾经被问到 如果汪峰出轨怎么办 本来这种问题很尴尬的 也很难回答 张子怡也是很有魄力 主要那就随她去吧 她一定会后悔的 这一回答瞬间让汪峰不淡定了 可见张子怡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 而张子怡在最近一段时间 还参加了一档叫做 妻子浪漫旅行的综艺节目 通过这个节目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很多张子怡和汪峰 在生活中的一些相处细节 节目中还有一个环节是 丈夫读自己亲手写给 介绍妻子的信 那汪峰掏出信的时候 大家都震惊了 因为他手写了足足有五页纸 记住你们熟悉 却也不太了解了张子怡 1234567 但是他很会考虑你们的喜好习惯 依照大家的特点 充分尊重你们的意愿的前提下 为你们做一些有意思 贴心的建议与安排 其实我也是一个 善于安排张罗的人 谁问你啦 为什么说你的 为什么要顺带夸一下自己 结婚之后 汪峰成为了最熟悉 最了解张子怡的那个人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出了 汪峰的变化 两个人没有结婚之前 汪峰是那样的不朽蝙蝠 而且在感情上也让大家印象很差 但是两个人结婚之后呢 汪峰有了很大的改变 而且变成了居家好男人 不得不承认 张子怡非常会经营家庭 虽然张子怡也是第一次经历婚姻 但是张子怡呢 却把婚姻经营得非常好 即使工作在忙 也明白孩子们需要是父母的陪伴 经常会带着孩子们出去游玩 即使是和汪峰身处异地 两个人也不忘了给对方报平安 这样的婚姻生活 怎么能不幸福呢 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在对的时候遇到了对的人 像汪峰和张子怡这样的爱情 两个人在感情上都十分成熟稳重了 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 会过得非常轻松的 不会经历那么多的 夫妻之间的矛盾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